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的人设都是王爷 女主的人设也并非傻白甜 而是身怀绝技 至于这部剧为何没有遇刺小舞座那么火 在我看来应该还是剧本和导演的问题吧 毕竟舞座比起诡异的吸引力确实要大些 废话不多说 下面我就直接将这部剧原著中的结局归纳起来与大家分享 这里先声明一下 由于电视剧相比原著改变较大 所以原著结局并不代表电视剧的结局 如果你喜欢这部剧 看完此片一定会有所收获 毕竟大团圆结局也是苦尽甘来的 《蒙贵妃与夜修毒的恩怨》 在小说中 蒙贵妃名义上是夜修毒的亲生母亲 可她却处处想置夜修毒于死地 这究竟是为什么 俗话说 虎毒还不食子呢 看到最后才知道 原来其根本原因在于 她并非是夜修毒的妻母 夜修毒的亲母亲 蒙玲珑当年入宫之后就深受皇上喜爱 不久后 蒙玲珑就被其孪生姐妹蒙贵妃代替了 对于蒙贵妃 皇上也并不是傻子 每日朝夕相处也察觉到了不对 但由于此事牵扯太大 皇上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没有将此事揭露出来 只是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件事最大的受害者居然是夜修毒 皇上因为可怜夜修毒 所以对她偏爱有加 后来蒙贵妃与皇上的儿子 也就是七皇子叶浩廷出生之后 蒙贵妃就一心要扶自己的亲儿子上位 自然就把备受皇上宠爱的夜修毒 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有了这个因果关系 那么蒙贵妃对名义上的儿子夜修毒下黑手 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一战 前太子因为倒行拟师被废了之后 蒙贵妃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在联合假扮成太监的情人蒙心 欲对皇上不利 幸好 蒙贵妃的阴谋被夜修毒一方识破 皇上仅受了伤 并无生命危险 由此 夜修毒彻底与蒙贵妃撕破了脸皮 一番混战之下 夜修毒一方绑了蒙贵妃 而蒙心一方则绑了楠楠和废太子妃徐柔 随即双方约定时间决定交换人质 这下 玉清洛的优势就来了 她歇着用毒将楠楠救了出来 而后又准备用蒙贵妃来交换徐柔 结果 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交换时刻 蒙贵妃居然用武功逃脱了 原来 蒙贵妃一直都隐藏了自己会武功的事实 夜修毒一方陷入了被动 然而蒙贵妃一方还没有高兴多久就发现了不对 原来玉清洛在蒙贵妃没有察觉的时候 向她下了毒 这样一来双方就只能应聘了 本来夜修毒一方的人手是不足的 不过她有仙剑之名 提前让手下去找了救命来 随着夜俎佬以及许多轻衣人的加入 蒙贵妃一方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特别是难难的加入 更是让对方雪上加霜 战斗结束得超乎想象的快 最后蒙贵妃死在了夜修毒的手中 而蒙贵妃也被月俎佬清理了门户 蒙贵妃聪明一世 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是这样一个下场 至于那个废太子她的所作所为 所言所行 伤透了废太子妃 徐柔以及她儿子 夜兰胜的心 所以她的生死已经没人关心 只交给皇上处理就行了 尘埃落定 随着蒙昕和蒙贵妃的死传到了七皇子夜号亭那里 她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只是她哪里想到 在她筹划精密的计策里 其实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她想不到 皇上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分了一支几万的军队 供夜修毒拆遣 她想不到 皇上自己还隐藏了一支五万人的军队 已被不时之需 所以最终 夜浩廷的谋反注定是以失败告中的 夜修毒抓住了夜浩廷 并没有对她下手 而是把她交给了皇上处理 皇上打了个太极 又反给了夜修毒 夜修毒很聪明 她并没有直接处理夜浩廷 而是将她关进了大牢 几个月后 从小养尊处优的夜浩廷 因为受不了监狱生活 病故了 至于非太子该怎么处置 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夜修毒的建议下 新任太子 由非太子的儿子夜兰胜担任 这样一来 非太子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了 就算皇上不想让他死 他也不得不死了 想象一下 以后夜兰胜继位 国家有非太子这样的太上皇 想什么话 对于这种必定引发国运动荡的不稳定因素 皇上是肯定要处理他的 最终还是皇太后和皇后明白其中厉害关系 由他们下令给太子赐了多久 盛世婚礼 尽管夜兰胜的太子位在朝堂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但在夜修毒力排忠义之下很快得到了平息 由此夜兰胜正式成为了太子 而夜修毒也随之成为了摄政王 等一切尘埃落定 也该轮到夜修毒与宇清洛大婚这件事上了 毕竟南南在不能随便找夜兰胜这个好朋友之后 很希望爸爸妈妈为他生一个妹妹 大婚这天 月清洛是以天与国公主的身份出嫁的 自然排场不可谓不大 各国都派来了使者送来贺礼 皇上的重赏当然也非常客观 由于懒婚的不少关卡众多 夜修毒今天为了娶到玉清洛 可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幸好他身份高贵 没有人敢为难他 最后到了洞房花竹夜 夜修毒终于从千杯酒中杀出重围 来到了玉清洛所在的房间 这是夜修毒的一声娘子 喊得玉清洛脸红呼吸粗 此时 外面的宾客还想进来闹洞房 都被楠楠挡在了外面 对于楠楠来说 能够亲眼见证自己的爹娘成亲 不得不说 也算是一个奇迹了